字幕君,李宗盛 字幕君,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睇逢星期1、35的分行傳接觸 另一節嘉賓請你郭Sir 跟我們解答現場客戶的股票問題 郭Sir你好 你好 郭Sir你是今日接聽了尖沙咀分行 同事方面有Steven Steven你好 你好我是Gigi 不好意思Gigi Gigi 你好 今晚見到市況有些回調 投資者方面會不會都想趁著回調進市 還是現在都打算先看定些 有很多客人都先看定些 看看是否記得找21300 嗯 好啊 明白 今天多不多現場客戶會有股票問題 今天有三位 第一位是黃先生 好啊麻煩你交給他 你等一等 是 郭Sir 你好 是 你又是 想請教一下 2006 這個酒店 是 錦江酒店 是的 錦江酒店 你現在沒有貨的 聽說好像6月中左右 上海迪士尼就開幕了 是 想看看這個什麼位置可以買得呢 嗯 好啊 再看看錦江酒店 現在是3.26 2006這隻股份 今天股價偏遠 不過我看到之前的股價走勢似乎向上 6月中上海迪士尼就會開幕了 他會否都可以受惠現在入不入得過呢 其實你有很重的概念股 因為就 近期來說錦江酒店的股價 其實累積的升幅已經不小了 如果你拉回落去1月份的低位 約摩大概是2.5座的水平 到近日的高位已經升了差不多40%了 幸好現在這一分鐘 仍然走在10天20天線阻礙 不是有什麼反覆的 但由於累積升幅已經大了 所以近日來說 也有一點點回吐的股額 看清楚了 這是第一個高位 這是第二個高位 拉過來變成一個雙頂 當然由這裏度上來 這裏是上升軌 問題是 整個大型的上升三個 在後一個階段 有沒有足夠的動力 成交金額 將市場進一步推上去 如果有的話 要穿頂根本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相反來說 如果你說回吐股額漸漸大的話 第一個支持就是3.5元 看看 萬一跌穿3.5元 下一個防守線據點 我想要試回3元的水平 迪士尼概念相關的股份 的確可以踏順風車 但由於估計 由近期的2.7.5元 去到3.3.5元 已經升了20多% 你作為高追 要慎防回吐風險 最低限度 等3.5元的水平 跌不穿了 你才賣第一柱 當然往後的價格 一直不跌 而成交量大的話 我沒有辦法逐步向上沉頂 那下緣與追就要看自己 但我覺得現在成交比較小 很大機會會先作反覆 然後再行定段 好啊 再看定些 先再考慮給答 黃先生有沒有其他股票問題想問 沒有了 謝謝你 Gigi 你好 第二位是明哥的梁先生 怎麼回答 喂 你好 你好 梁先生 是 是 想問哪隻股份 是呀 我想問郭Sir 那隻東亞23號 我還未有貨 我想問現在這個價錢 可不可以買入 可不可以上到30元 還是這樣的價錢呢 好啊 明白 都看到23號東亞銀行 現在的股價就去到28.9號半 今天股價偏遠 但郭Sir看到 東亞銀行過一段時間 累積升幅真是不少 他想問現在可不可以買入 然後上網30元 你覺得機會大不大 現在是28.9號半 你剛才說的30元 就是一個月或者一個星期的低位 過一人錢到 上不上到呢 其實來說是有機會的 不過剛才提到一點 其實近期來說 升幅已經累積了不少升幅 這個浪是由21元開步 20.9號半 去到30元 你就計算 頭到尾升了差不多50% 急升過後有少少消化 有甚麼奇怪 如果你是要上網30元 OK 沒關係 萬一不對版 跌穿27.5 你就要止虧了 因為現在28.8 28.9 上到30元 是有1元的上網波幅 反過來來說 如果一旦跌回 你的虧虧 你的止虧 都預留1元 左近的水平 很容易看 27元到30元 現在在過半之內 走上走落 如果在28.5元 左近來買的話 上面有過半 下面有過半 其實如果要細著去買 看看自己的眼光行不行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不過萬一跌穿27.5元 往後我不知道哪一天 如果突然跌穿了的話 你捨不捨得止虧 就看自己了 很多時 看了一些短炒的投資者 我都很清楚地說 你上面可以上網1元 下面要承擔1元的風險 千萬不要上面有1元的上網 下面輸起上來輸3、4元 4、5元都不捨得走 其實你先想清楚 好 你想賺1元 同時擺1元做止虧 這位現場客戶 梁先生還有沒有其他股票問題呢 暫時沒有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麻煩 麻煩你 下一位是陳先生 請稍等 好 麻煩你 喂 郭舍 是 Hello 陳先生 我早兩天賣了一隻1415 3.7買了1萬 然後3.6賣了1萬 不知有沒有機會到我的位置呢 3.7和3.6都買了 這隻1415高位電子 見到現在股價跌了下來去到3.33 今天股價仍然偏遠 郭Sir想問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甚至是有些上升的空間呢 其實一兩毛錢的反覆 經常都見得到的 最重要是看什麼呢 看估值 市盈率 去年賺了6,068萬 這個我講的美金 我當你是6484億多 不排息 不排息就比較差 不過看回頭 他賺了6千多萬美金 其實相當於只是幾倍的市盈率 你當4億 現在整間公司的市值都是28億不到 除了下來是6倍或者7倍的市盈率 這個估值不高 不過美中不足的地方就不派息 這個就難搞了 因為有些基金 他們喜歡拿一些有息派收息股 但如果你說不派息的話 你純粹要看股價的表現 這樣就要認清楚了 因為這一浸在下面 形成一個雙底之後 其實上下處於一個反彈之中 這個所謂的雙底大概是2.1左右 2.1升上3個多人錢 其實累積的升幅 已經以現在3.6、3.7來講的計數 是差不多70%至80% 急升過後有少許消化是很正常的 問題是10天、20天線已經跌穿了 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將會退守到大約3元左右 這是50天線所在 如果3.6、3.7元 純粹短炒 我先說明 純粹短炒的 我就要計算 當我3.6元 我看上去3.8元 或者3.9元 有3毛指的上網 跌穿3毛指 即3.3元 我就止蝕算數 起碼止蝕一半 因為很多時候股份 你有上網多少空間 下面承擔多少空間的風險 輸人也不會太大 10%當然是肉赤 但不買也買了 相反來說 如果輸10%不肯離場 不肯止蝕 後一個階段再跌深 辛苦的一定是自己 我不理你像早前那些 一路一帶的中交建、中鐵建 或者是中車 甚至乎116元 這些業門股份 全部高級跌下來 超過一成 你不走的話 接著有五成、六成跟尾 所以現在這一分鐘 三五六元錢買的話 其實第一個參考 我講參考的指示位 是三個三元錢 最終要看自己的 持貨能力和能耐 如果講基本面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市盈率只是六到七倍 唯獨是賺錢不派息 那就差一點了 好啊 明白 看自己的持貨能力 再訂一個指示位 多謝陳先生你的查詢 麻煩你把電話交給支持人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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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Gigi那邊 和我們今天的傾談 和郭Sir你先做申報 剛才我們講過股份 請問有沒有持有呢 是沒有的 謝謝你分析 YASA鎮圈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畫節 再見